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啊 你愿不愿意都无所谓的 反正我袁大哥身边又多了两个同乡异地 手里的兵啊 有两万之余 有没有你这个丑庞统 我袁大哥都能进一州 两万人 这两万人哪 在这后院都闻得到 怕只怕呀 你袁大哥有心平乱 可有的人哪 却偏要做刘表刘章这般盈盈狗狗之人 是吧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空门王会对我袁大哥下毒手 陈情上报费时颇多 兵不在做调配 从京师调兵时来不及了 祖将军暂窃到袁大人帐下驱使 袁大人调三千兵马交于祖将军 令其于六州河的上游驻军 与袁大人相互侧影 袁大人意下如何 回京略大人 属下认为私举不妥 我祖大寿也觉得不妥 京略大人 我祖大寿乃四品游击还高他一等 岂能在他帐下听命 三千兵马老子你可不要 你干什么呢 十一 十一 酒 来 喝一口 来 松手 松手 我可什么都没说 你吐出来 你吐出来 上罚不明公司不分怎能服众 倘若每战皆此丢成的不伐 孙兵的无罪 那我大明军委何在 今后谁还会为国家属鞭 为朝廷打仗呢 他奶奶的 儿等匹夫胆敢欺我 我祖大寿满门中变 哪个是丢成的宰孙兵的架 老子打了二十几年的仗 你个酸如秀才竟敢在老子面前 言兵 我呸 好了好了 消消气消消气 同仗为官怎会闹到如此地步啊 祖将军坐 原大人方略固然为好 本不愿深以为是 只是 弥费甚重 所费钱粮甚多 总绝不妥 本不愿也有一侧 与原大人所谋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都是建成坚守吗 何必大老远的到锦州宁远一线 是 山海关外巴黎堡 山市延展河流纵横 乃天然铸成之良地 本不愿以为可在此构筑 防线一道 必可欲建州立斥于关外 实乃万全之策啊 我踏啊 巴黎堡俭重成 堂堂一个二品经略 带的什么ets 简直是欺君网Sil 误国误民嘛 什么巴黎宝剑重城 他怎么不把称 修到黄城根下 修到紫禁城去啊 贾大人 你别太生气了 闭嘴 闫 二哥 怎么了 参 参得好 就得参他们 朗栗 眼目 萧萧气 萧萧气啊 来来来 坐坐坐 哎呀 坐 何必跟个书生一般见识呢 同仇为官 政见上有不同 也是为了皇上 为了朝廷嘛 袁大人话说得难听了 望祖大人 看在本部院面上 不要再生嫌隙为好啊 袁大人书生误国嘛 望祖大人 能申明大义 支持本部院才是啊 皇上亲指从户部拨下建成资费三百万两白银 我等当妥当使用 为国分忧 切不可辜负了魏公公 厉劝皇上恩准之苦心 祖大人您说呢 好啊 好一个王精略 我说怎么大发慈悲不要老子的向上人头呢 原来哥我这儿猫哭耗子来着 你的什么破重场 看城门的大刀兵都知道 一到山海关都挡不住他诺尔哈赤 你再掏个王八壳子顶个屁用 你大胆 别以为好一拉拢我就会违命是从 还什么三百万两妥当使用 我呸 老子干干净净打了一辈子仗 能让你跟乌龟娃娃给葬了 大胆 金雷大人面前竟敢如此放肆 来月 少他娘的跟老子在这儿学狗叫 在你这盈盈狗狗的脏窝子里待着 老子还嫌骚呢 呸 把他赶出去 我贵家东西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大人 大人 袁大哥 灵溪姐姐 你好好劝劝贾大人吧 袁大哥 你是要猜你的顶头上司王金略吗 何止参他 祖大守兵败之罪 满贵不查欺君之罪 我都要参 你疯了 我没有比现在更清醒的了 袁大哥 巴黎堡建重城 那是皇上亲旨恩准的事情 你参得了吗 正是因为皇上恩准 我才要参他 什么巴黎堡重城 误国误民 欺君网上的幌子 临走前 孙格佬对你的嘱托 难道你都忘了吗 正因为我不敢忘孙格佬的嘱托 才要秉公办理 仗义直言呢 众城这等败策都能成 简直是奸念误国 暗通款取之举 若袁冲换再不站出来 谁还敢 袁蛮子 袁呆子 赵玉礼熊大人对你的嘱托 你都忘了吗 你口口声声说什么三年平了 这才来关外几天 你就把他们的话全都给忘了 义气有事 就算你把他们全都参到了 又有什么用 你的贫疗大忌呢 你的安民报复呢 要参是不是 好啊 参你写啊 我们和你一起参 四贝勒 四贝勒 大喜啊 大喜 何时林先生如此欣喜啊 这个王在晋 重修重城的帖子 朝廷居然给批复了 据朝廷的细作来报 这王在晋 重修巴厘堡的消息 刚传上去 这个天启皇帝 连看都没看 居然就准揍了 文成心里还想着 这个误国误民的庸才 看到这个帖子 还被一刀砍了他 没想到 他居然就准揍了 你说怎能不喜呢 皇皇立于朝堂 拾君之路 竟然没有一个人 可以看出此等 不伦不类的败策来 山海关守将如云 不还是美人敢 反驳此败策 明廷 王已 更可惜的是 敢与我交锋 凉水河的原重换 竟也是毫无间谍 你听说了吗 咱们袁大人 辛辛苦苦招来的兵 敬略大人一刀令 拨了三千兵马 给那丢了宁远城的祖大寿 官大一击压死人哪 听说那敬略大人和祖大寿 狼狈为奸 同流合污 非但不责罚他失臣之罪 还想给他增加兵马 祖大寿 走走走 站住 你们两个小兔崽子 在此说你祖爷要坏话 是不是那个酸如秀才 原蛮子没教你们说话呀 要不要爷爷教你 你怎么骂人啊你 人家还打你的 不起来 怎么回事啊 谢大人 那个人打了咱家兄弟 还骂了咱们袁大人 好 慢着 你是何人 竟敢打我兄弟 骂我大哥 祖大寿 打了又怎样 骂了又怎样 就是你 小子 身手不错 敢不敢和你爷爷过两招啊 从来都是老子当爷爷 哪儿冒出过小鬼在这儿拖大 我知道了 你是来找打的 你快去救援那儿拖大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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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真的别再打了 再打就打坏了 喝酒打架 犯过军纪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呢 卸上杖 五十军杖 阻打手四十 其余打架杖 各领三十 一杖不能轻 一杖不能少 打 打得好 最好打死这些不服管教之徒 姓袁的 老子就是不服你 贾大人 上杖哥可是为了护你 世爱大哥 二哥刚来你就如此的责罚 这样会含了三斤将士的心呢 就是以为他是我的异地 才应该重责他 我平时怎么教你们的 身为贾臣更应该知道什么是军纪 遵守军纪 你们再赶上 残军是让你们保家卫国上阵杀敌的 不是来打架滋事的 打 传皇上口谕 朕身体有恙 今日免朝 还愿意 朕身体有恙 你们多想得到 朕身体有恙 你们恙 到朕身体有恙 那是 什么 赶紧给我拉出去 是 算了 算了 朕也累了 该歇歇一下了 是 袁爱卿 请起 谢皇上 到这儿找朕 有何事啊 皇上 这事员 行了 行了 你念个朕听 起诉皇上 山海关监军袁重换 昨日写信给微臣 痛臣辽东惊略王再进王大人 七军网上暗通款取 借修筑重城之际 大肆收敛钱财 探末户部拨出的三百万两 臣甘此事非同小可 还请皇上圣财 这 皇上 臣连也从户部兵部 调过王大人承请的修成账目 和铸成规划 发现其中漏洞百出 仅一块砖 就足足多出了三文钱 此外 还有铸成所征的民意 足足多出了三倍有余 这还只是其中两项 加上转运 征调 数百项目皆是如此 还望皇上明察 承臣 老奴子 就这等事 那 依杨大人所言 辽东惊略王再进王大人 必是暗通了六部的官员 一起蒙蔽皇上部长 启禀皇上 做下此等事 并非王再进一人所为 定是朝中人暗中勾结 而且奸命 就出在皇宫内朝 谁呀 正是当朝司礼监 掌印太监 东长提督 魏忠贤 皇上啊 皇上 老奴冤枉啊 皇上啊 杨大人一心谋国 却无辜重伤 老奴真是冤枉啊 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楚了 皇上 皇上 这等欺君往上 弯蔽圣城之人 正可依法论处 俗情内朝 老奴惊惊也也 伺候皇上 可受不了这种冤枉气啊 还望皇上开分 放老奴出宫去吧 老奴再也不受这种冤枉气了 皇上 恳请皇上明察就好 震我朝纲 哎呀 好了好了 那爱卿 忠君为国 你的心思 朕明白 成臣 你的苦衷 朕也知道 这样吧 山海关修建重城一事 再还 皇上圣明 来 哎 多亏了你的计谋 嗯 我袁大哥一听说 空猫王的重城 建不成了 高兴得不得了 哎 你说你是怎么想是这搜点子的 既然让我模仿 袁大哥的笔记 分别给孙世伯 还有杨大人写信的 怎么能说是搜点子呢 你家袁大人呢 性子耿直 这种事情 是万万不能告诉他的 哎 只有你这种鬼丫头片子去做 那才能成 重城的关键呢 在于 一个摊子 嗯 他王在禁呢 摊的是银子 你家袁大人呢 摊的是功名 哎 这话怎么说的 重城这等败策能成 他王在禁定是送了不少银子 哦 朝廷之上呢 又有八千女鬼撑腰 袁大人鼎应上的脾气 再加上那几笔如刀的折子 莫说颁不倒他王在禁 到最后 恐怕连他自己也得搭上性命 哦 嗯 那倒是 哎 那为什么给孙世伯写的信上 只提重城的战略弊端 而给杨大人的信上 只提抠孟王探末呢 嗯 来 你想想啊 朝堂之上 谁最信息辽东啊 又有谁 最恨官员谭莫舞弊啊 我明白了 我孙世伯信息辽东 最恨朝臣劫司 所以啊 这个信 不能提 嗯 嗯 眨什么眼啊 吃啊 哎呀 怎么啦 哎呀 这信是你写的 跟我没关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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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说我满贵贪财 却不知我为何要贪 我满贵带兵 一向不拘一格 弟兄们整日刀口上填写 就只有那么区区结两银子 我再不想办法捞点 怎么对得起 出生入死的弟兄们 可将军这番良苦用心 只怕那袁崇焕 跟王大人都不尽知啊 我领我的兵 与他们何干 我现在就希望 能打一场真正的硬仗 给咱们弟兄立威正名 要是再不打仗 我满贵就真诚袁崇焕嘴里说的 指识前不任兵的将军了 报 回兵总兵大人 金军五千人马押近 围了我们兴水献宝 领兵进攻的是何人 回兵满将军 努尔哈赤仗前三倍了 蒙古尔泰 终于把你判来了 看奶奶的 蒙古尔泰 什么时候打过这么惨的败仗 你和奶奶的探了什么效益 两千人呢 更重要的是 那个满贵 追老子追了一百多里 你让我的脸往哪儿放 此事若是让傅寒知道 你就会杀了我 此备了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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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来 此备了 我要跟他让你立功的办法 什么办法 离此地往南亚五十里有座山 叫做灰山 来有无价可归的百姓 五万 你怎么知道的 三倍了 收复此举之意 早已有 这不会是个圈套吧 不敢 不敢 三倍了 成本职特来向袁大人辞刑 既然先生执意要走 我也不强留了 干粮和马匹 都已经为先生预备好了 先生一路珍重 重换 就不送了 先生 在先生走之前 是否能听重换几句话 好 大人若是劝留 那就免开尊口了 优民以外 无他图事后 愤世之余 少打混之台 这副帘子 是先生 在莱州县上万里三十五年所作网 先生恐有满腹韬略 却抛下年盛之志 弃朝纲生民 恐梦诸子之道于不顾 寄情山水 流连江湖 重换只有羡慕之心 却没有先生这副胆子 先生只因一时之气 便器官不作 心灰意冷 而抛满腹韬略于村野 重换不觉的可惜 反觉的可笑 你我苦读十年寒床 一朝为官 为的是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 而造福一方生民 而先生你呢 如今辽东遍地狼烟 万千生民于水火之中 无人问津 先生难道看不到吗 先生愤世忌俗 极恶如仇 要做一个空空然 而易身轻的世外高人 却不知先生所求之道 实为自私自利 只谋自身的小道 何为大道 明知是土茫然 官场昏暗 却不离不弃 不忘初心 拼尽全力 而为生民谋一方净土 先生弃大道而为小道 勿生民而喜山野 书是书非 还请先生自己点亮吧 大人 先生 大人 大事不妙 何事 帅教封大人之命 延展四方 一路收纳难民流兵 日前得报 回山处有藏民五万 可谁料想 昨日回山的难民逃到我这里 说 说蒙古尔泰兵外兴水献宝后 隐军去了回山 怕是 怕是要杀灵冒攻的 速速集合队伍 马上前去 大人 摔角只怕重乘一事 王精力已经怀恨在心 此凡若再煽动兵马 并会引来杀神之祸呀 十万火机管不了许多了 你我速速前去行令 是 先生珍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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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你们回来了 袁大哥呢 大哥令我等先回 自己起码向南去了 还特意嘱咐我的看好您前卫 切勿轻举往东 往南去了 那程先生呢 半个十分前还跟我们在一起呢 这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坏了 我说你们怎么不拦着他们呢 他们一定是去那山海关敬略府 愣着干吗赶紧追啊 走走走 走 走 袁将军 袁将军 怎么 你要求我回去啊 不 我跟你一起去 见过荆略大人 二位大人请坐吧 祖大人身上的伤是否痊愈啊 蒙将军大人挂念 不过四十丈而已 要不了名 难怪祖大人无法下座啊 本不愿不似袁大人那般不同情理 先前祖大人无以冒犯 惹出的你我误会 望祖大人不必记在心上 如今朝廷御旨出下 众成方略暂缓 本不愿是痛心疾首 百般惋惜啊 好在老夫从不服输 打算再请上臣 毕竟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老夫不争上一争 谁还敢为国做事为民谋福呢 日前满大人 于薪水宝外大破芒古尔泰 杀敌三千 均为大振 自我朝与建州开战以来 从未有过如此大胜 本不愿一位满大人上奏朝廷请功佳绝 领兵部员外廊 朝廷家令不日即到 谢惊略大人栽培 末将认为惊略大人的重诚之策 绝不可班徒而废 末将愿与惊略大人一同 尚书陈情 好 哎呀 袁大人不明本不愿心思 错怪了老夫 起了一些不必要的争执 袁大人不自量力 尚书弹劾实属无奈 望二位大人深明大义支持才是 在朝堂上帮衬着本不愿 巨石禀奏 你我齐心约束 不辜负老夫的一番苦心 如何呀 末将只懂战场上杀伐 不懂一笔带刀公结 警律大人 还是领谋他人吧 祖大寿实难从命 告辞 祖大人 袁大人请留步 小的这就去禀报 让开 是 哎呀 祖大人 本不愿出此下策实属无奈呀 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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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仔细 让开 大人 这 大人 这 放肆 辽东京略府衙门 是你随便进出的吗 王大人可知 在那灰山山奥里 有五万无辜百姓 曝世荒野 拜王大人所思议 袁某只好抗命煽动 可还是去晚了一步 只能眼睁睁看着五万无辜百姓被杀了 剑州逆斥凶残 与本不远无关 怎么无关 前屯卫 若不是王大人撤走 能丢吗 若不是王大人自行决断 不必请示之命 重换至于处处顾忌 仇处不前吗 致使五万百姓遇难 难道 这些罪还不够吗 你自上任以来 不思为民谋服 为国分忧 只知道贪生怕死 以混账重成之策 谋己之私 其罪一也 聚发援兵 致五万生名于不顾 其罪二也 只知全谋推诿 挑拨离间 致使军心混乱 蜀疗猜忌 其罪三也 你所犯之罪 如让朝廷知道 罪不容忠 刘少尉 在 将狂妄之徒 原出货拿下 来人哪 将原出货给我拿下 老男 成本之 你 宁愿有机何在 将此人拿下 是 给我拿下 我看谁敢 你没想造反吗 王大人 还望你 好自为之才是 让开 让开 是 此番九首 你们都有所斩获 跑了马 开了宫 顺道收拾了西边的蒙古树枝 是 东边的朝鲜李宗 没忘了咱们满人的 弯刀快马 力剑强弓 本寒 深感满意 谢富汗 好 本寒的四个儿子 如今能够同仇敌忾 万众归心 此番出手 你们的功劳也最大 让本寒可喜的是 蒙古尔泰以五千兵马攻打宁远城 虽然城池未下 但却斩杀星水仙宝一万五千首级 好 每人将赏 牛羊两千头 努力三百户 谢富汗 谢富汗 富汗 儿臣不服 这次求收我的功劳最大呀 那怎么得到的封赏 跟他们兄弟三个一样呢 真不公平 老三 富汗说的话 那相当于在马蹄上打掌 钉是钉 卯是卯 富汗对我们一视同仁 你怎么能说不公平呢 那我的功劳大 不公平 不公平 就是不公平 你凭什么德安 不公平 别吵了 本寒问你 有何不服 我 不是儿臣不服 是你这么做不公平 你认为本寒 赏你少了 富汗 不是赏死我少了 而是这样 少罚不分明嘛 我的功劳最大 那他们都得到了 那我应该得的更多嘛 好 好一个不公平 你们兄弟几个先出去 你留下 本寒 另外再赏你 富汗 你们说啊 这老三哪 不就是分得一样了吗 计较什么呀 你看现在 老二 这点赏赐 对你我来说无所谓 可是老三 确实少了点 富汗 你 你赏我什么呀 你告诉本寒 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封地 牛 羊 马 钱 女人 女人 多多漂亮的女人 好 本寒 这就奖赏你 我赏你三百鞭子 富汗 富汗 你不给我赏赐 为什么杀二臣鞭子 为什么杀二臣鞭子 你以为本寒老了 糊涂了 就凭你 才斩杀一万五千首级 本寒 宗马几十年 也没有你半天杀的人 富汗 富汗 而且就杀了那么多人 你偏心 这 你别拦我 你杀梁冒工 还敢说没骗 好 我今天 就让你记住 记住这皮鞭的味道 你 你知道 我为什么 让你的兄弟出去 我就是想让你自己知道 羞耻二字 你杀了这么多 手无寸铁的百姓 你还敢 冒然来临功 你是想让本寒的军尉 都去喂狗吗 你知道你今日的所为 你是让 让我们族人 让我们族人的诚实 荣誉 统统变成了羞耻 你是想让本王的江山不保啊 将军 好雅兴啊 没想到 你还能如此气定神贤的 在此垂掉 先生 曾经 劝口我几句话 你还记得吗 宁前未远 山海关险 宁可走远 也不弄险 若是知道将军 能为人所不为 本直 断不会再说出这样的话 你这肃杀秋风里 重换绝在这十六个字 好啊 将军这样说 是觉得错了吗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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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